大家好,我是小青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今天小青就分享一道餐厨上非常受欢迎的一道农家小早餐 菜品搭配丰富 好吃营养又开胃 吃起来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 吃一道妥妥的下饭菜 又连挑食的小孩子也特别爱吃 下面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腐竹 先使用剪刀剪成两公分长的小段 腐竹就这样剪开一下 这样在浸泡的时候会更加的快速 然后加入一勺白糖 再加入一些温水 接下来搅动一下 把白糖搅着融化 在浸泡腐竹的时候 加入一点白糖可以加速腐竹的泡发 这个小技巧也是非常的实用 搅匀化开之后 先放一旁浸泡30分钟 再准备一个小碗 以便加入一把木耳 再加入一勺白糖 同样再加入一点温水 再次的来搅拌一下 把白糖搅匀化开 在秋天这个季节 建议大家要多吃一点木耳 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将木耳先放一旁备用 下面准备一块瘦肉 先切成薄片 肥肉再切一点 切成薄一点的片 这样也方便能把油脂煸炒出来 再做这道小炒 加入一点肥肉 炒出来的菜会更香 如果不喜欢也可以不用放 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面 青椒再来一根 先将根地切剂不要 再从中间片开 把青椒丝掏出来不要 下面再改刀 切成菱形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面 红椒再来一根 同样把根地切剂不要 去死之后切成小块 加入一点红椒 既能提升颜色 也能增加营养 好看又好吃 切好之后 与青椒放入一剂 生姜一块 先切成姜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 小葱一根 斜刀切成马蹄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子里面 大蒜再来个四五瓣 先用刀压一压 最后再简单地剁一下 剁得不用太水 切好之后 已经放入盘子里面备用 下面准备一个小碗 对个料汁 加入半炒食盐 半炒鸡精 一勺玉米淀粉 一点生抽酱油 一点老抽调个颜色 再加入一勺清水 下面一勺勺子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调料都搅匀挂开 提前兑个料汁 在炒菜的时候 不会手忙搅乱 搅好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现在的腐竹也已经浸泡好了 按照这样的方法 浸泡出来的腐竹特别快 里面也没有硬芯 然后将腐炉捞出来 清洗两遍 再放入一个盘子里面 膜也泡泡好了 下面使用剪刀处理一下 把膜的根部剪下去不要 因为这个部位不能吃 尽量处理干净一些 下面锅中加入小防锅的清水 水烧开之后 把木耳倒入锅中 然后松勺子搅动一下 让木耳都接触到水分 在这里注意一下 在吃木耳的时候 尽量的要焯烫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木耳中的有害物质 吃起来对身体也比较好 木耳焯烫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大概水煮开之后 煮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漏勺捞出来 放入一个成凉水的大碗中 过一下凉水 再搅动搅动 经过这样操作 木耳吃起来会更脆 口感比较好 木耳拔凉之后 先捞出来备用 下面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 先把肥肉加入进去 然后开启小火来煸炒一下 把肥肉中的油脂煸炒出来 使用肥肉中的油脂 无论炒什么菜都好吃 特别的香 肥肉炒干后 再把肥肉加入进去 再次开启小火来煸炒一下 把肥肉炒熟 炒到变色 接着再加入本勺的豆瓣酱 再把葱姜蒜加入进去 再次再来煸炒一下 炒出葱姜中的香味 把豆瓣酱炒出红油 炒香后再把腐炉倒入进去 木耳也加入进来 下面开几大火翻炒一下 把里面的食材都翻炒进去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腐竹炒到断生之后 再把料汁加入进去 青红椒也加入进来 接着再次开底大火翻炒 让腐竹都吸足汤汁 把青红椒炒到断生 让所有的食材的香味 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这样吃起来的味道 会更加的浓郁 全容大概翻炒四分钟左右 就可以光火出雾了 现在闻着就非常香了 下面装入耙子里面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要没到小找腐竹就做好了 各样做来的腐竹香味浓郁 腐竹吸足了汤汁 吃起来也比较入味 里面的食材搭配也比较丰富 是一道妥妥的下饭菜 在节日的餐桌上特别的受欢迎 大人及孩子都爱吃 做法也比较简单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患鉴底 请不吝点赞支持